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用这个多菌磷给兰花杀菌 首先,我们呢,如果是想要做预防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呀 把这个多菌磷对水稀释1000倍 装在喷壶里面呢,喷洒兰花的叶片就可以了 如果是想要治疗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对水稀释 然后将这个盆土里面的这个兰花呢 根呢,把它全部取出来 将这些烂掉的根系,腐烂的根系 还有一些老根弱根修剪掉之后 然后再放在多菌磷溶液里面浸泡 然后再杀菌之后重新上盆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说这个蓝苗啊 出现了这个病菌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多菌磷对水稀释之后呢 喷洒它的叶片并换处 大概每七天呢,给它喷洒一次 一般三到四次之后呢 这个病菌呢,就被消灭掉了 但是呢,还给大家提一点就是 我们在使用这个多菌磷的时候啊 其实是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药物来使用的 如果是出现了虫害 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杀虫剂来使用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蛮虫啊 或者什么的,就可以使用一个蛮虫剂 跟它搭配在一起使用 但是使用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对水稀释 然后根据它的说明来使用 一般基本上的话 都是需要把它对水稀释1000倍 才能够使用 如果浓度太低的话呢 也可能会影响这个植物的生长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多菌磷呢 给兰花消毒的时候呢 注意这几个事项 那么兰花消毒就很简单 而且兰花呢 才能够生长了 越来越健壮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